好 所以正好 昨天就谈到 在4月30号的时候 克里米亚最重要的一个油库 这是黑海舰队补给 最重要的油库 4万吨居然发生大爆炸 居然所有的油复之一具 所以就讲 如果发生这个大爆炸 它绝对不是单一事件 它会持续发生 果然现在在俄罗斯境内 又发生机器 包括你的电源线 包括你的交通设施 更夸张的是 居然一个满载石油木材的列车 居然被放炸弹了 对 没有错 克里米亚赛反堡被炸之后 我们就说乌克兰一定要把 俄罗斯的有生力量 全部都炸掉 现在看到这也很夸张 这是在不良时刻之后 在乌东战场的中间左右 竟然有这个所谓的火车 这个火车竟然看到一般 竟然铁轨的部分发生爆炸 铁轨被埋炸弹 对 铁轨被埋炸弹 然后整个火车就翻覆倒闭 这有人跑到俄罗斯的境内 有人去做这个破坏 有人去炸铁柜 这是标准的特种作战 而且这里面有四辆 四节车厢装的是油料 另外是建筑材料 这建筑材料应该就是要送到 乌东前进的防御工事 所以这一整列火车里面 你可以看到 全部都应该是送到乌东战场的物资 不好意思 车子被炸翻了 现在完全被炸翻了 而且油料全部被炸掉 换句话说 对于乌克兰来说 在进行反攻前夕的特种作战 就是要为反攻之间去做打底 除了5月1号发生这件事情之外 俄罗斯不良时刻村庄 也发生不明的爆炸 这个不明的爆炸 是这个军火库的爆炸 你一看到在晚上的时候 发生这个爆炸 这爆炸就我们了解 里面有发生大量的军火弹药 结果莫名其妙产生了爆炸 里面有军火弹药 对 里面有军火弹药 这在一个非常偏偏的小村中 谁知道这没有军火弹药 当然就是所谓的情报战 跟特种敌后作战 而且甚至有所谓的 圣彼得堡以南 很奇怪 这是个非常荒唐的村 圣彼得堡以南 50公里的苏萨尼诺村 这村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 可是有做高压电塔 这个高压电塔 莫名其妙就倒掉了 高压电塔倒了 这个就在这边 这个这边就倒掉 而且这个倒掉高压电塔呢 听说是整个中招的 什么节点电塔 我们常停电我们就知道 你如果这个节点早一倒 整个电网会跟着 不是 台湾的817大停电 就是电网出问题了 就是在中台湾南投这边的电网 倒下来之后 整个北部电网都出问题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刚常从火车出轨 从村庄的大亚国爆炸 从电网这个所谓的被炸掉 就知道乌克兰是在有计划去 瘫痪整个俄罗斯的后勤系统嘛 而且除此之外呢 在整个巴赫姆特的作战喔 诶 坦白讲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诶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这画面是什么 巴赫姆特的乌克兰士兵啦 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到那个草地长 那个泥巴地长草了 这东西呢 很多军事团队一看到就说 放晴的嘛 你看这个天气 我们之前看到巴赫姆特的这影像 地上都是赖泥巴 当时刚刚讲的 你连坦克车要行进都非常的困难 甚至还有一个 等于说深度极西的这个摊一摊水 就水没了 地干了 炒涨出来了 是 打不过我们待会来看这个画面 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画面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只能看这种他们作战的画面 对不对 可是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天空 这天空是万里无云 对 表示气候是炎热干燥的 而且地上的地表变硬了 而且我们看到草皮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所谓的泥江军 在此时此刻也已经开始离开了 你说雨季过了 雨季过 所以我们之前讲嘛 天气预报不是说很准吗 5月1号最后一场大雨 之后5月2号天气要干了嘛 所以现在你看 这遍地都是类似那种干的 长草了 长草了嘛 那巴赫普特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非常多 乌克兰在反攻过程中呢 有非常多的JDAMER的炸弹 这JDAMER炸弹是美军刚给他们的 他们叫什么 小口径的精确炸弹 对 这个就我们看到这小口径的机会炸弹 这个炸弹多好用 这美军在后来军演给乌克兰 乌克兰的飞机基本上 只需要负责把这个飞弹丢出去 丢出去之后他会自己去找目标 他自己去找目标 而且他们飞弹跟飞弹中间 还有互相沟通的过程 所以他们可以减少战损率 对 所以他射程的高达70公里左右 换句话说呢 他在乌克兰现在在整个 巴赫木特前线 大量使用这样的炸弹 去炸什么 他的弹药库啊 所以你对于他们来说 旧苏联飞机没关系 我只要负责把它弹出去之后呢 有美军的雷达 你看他其实不是射出去 他只是弹出去 然后他自己回去找目标 透过标的往目标走 因为他可怕的是 第一个他自己有巡标器 第二个是 他是被美国卫星导引的 对美国卫星会不断导引他 甚至包含无人机的雷射标的 都可以帮他标的 标的后呢 里面大概有2000磅级的弹头呢 可以做所谓专地弹之用 所以现在乌克兰呢 也大量在整个巴赫姆特的前线 做类似这样的动作 所以是非常非常精确的 难怪巴赫姆特现在二组 是已经确定他拿不下来了 对巴赫姆特现在不要讲 拿下来能守住就投降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JDN的这种小直径炸弹的状况 甚至呢我们给大家看 乌克兰军队第三突击旅 第二突击旅 在这个豪沟战里面的作战了 对他们来说 现在就是要尽可能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地表的都扫荡嘛 所以这个就是特种部队 他们特种部队你看一片绿油油 直接跳到乌克兰的豪沟里面 俄罗斯的豪沟里面 开始去做扫荡的动作 基本上他们敢这样去做扫荡 原因是什么 上面都有无人机在帮他看 前面有没有人 对前面有没有人 拐弯有没有人 这个有没有转角 有没有藏敌群 无人机都会帮他们看好的 所以现在乌克兰他们做这种豪沟战的时候 其实你仔细看 他们前进的动作是没有犹豫的 也没有在搜索 因为前面已经有无人机帮你把 你说我该怎么走 我该怎么停 我该什么时候丢手榴弹 你都已经有人把图把 帮你把它开好了嘛 甚至他们这样来说 比较担心就是类似房间类的 要小心一点 否则你只要看得到 原则上都没问题 另外我们不是美国啊 西方给乌克兰非常多的坦克吗 对不对 现在这种坦克使用方式 也已经公开了 坦克就定位了 对他们坦克就定位 他们做所谓叫做强弱配 什么意思呢 比如以美国的M2 A2坦克再说呢 为例呢 他做所谓的主战坦克 旁边可能跟苏联制的坦克 来去做搭配 那这个因为M2 A2T的这个坦克呢 M2 A2坦克呢 对于整个战场的感知 是非常非常灵敏的 所以哪里有敌人 哪里有这个需要标定的 就有这种主战坦克 来去做标定 其他冲锋限制的苏联制的坦克 来去做配合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呢 对乌克兰来说 也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不管是游击战 不管是坦克战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小口径的直击炸弹 乌克兰都用得非常非常熟悉 以前我们坦克军 我们装甲兵 去朱俊之宝 去蹂躏战场的 所以说你看 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蹂躏战场的原因 就是因为 因为地表已经干颗了 已经可以往前揍了 而且整个战场的感知 战场的管理 都是几乎是全透明化 那我们现在怎么看到 连空军都出来了 因为现在乌克兰的空军 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个他用美国给他的 JDM1R的小口径大散弹 就可以使用 另外一个呢 JDM可以在俄罗斯的飞机上 发射出去 他们说其实只要改弹射器就好 我把弹弹弹出之后 飞弹会自己找目标 甚至美国也有给乌克兰一些 就是无导引式的传统炸弹 它可以对地轟炸 也很方便 所以现在乌克兰等于是 陆军跟空军是齐发的 他们在整个战场上的优势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很多就问俄罗斯怎么办 俄罗斯现在真的只能固守啊 我给大家看 俄罗斯挖一个超级长的豪钩 这个豪钩72公里长的豪钩 这72公里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72公里长的豪钩 非常非常夸张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很担心 乌克兰做出所谓闪电帐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看这个就懂了 他为什么那个列车上面要装石油 为什么那个列车上面要装木材 因为我要大量的挖豪钩 我是做工事用的 是整个俄罗斯的占领区 竟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 已经挖了这个豪钩 这个豪钩比较二战时期 那时候的状况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到那时候 大家是直接绕过豪钩去打你嘛 所以到底能不能用起也不知道 可是瓦格拉拥兵团的领导人 现在还不断的求援 那他到现在你看他还拍影片 跟国际社会讲 我现在拿到的弹药 只有我需要的10%到15% 他说瓦格拉拥兵团 你看他说里面几乎 你看空的没有什么东西 几乎这叫什么14 9空 而且你看这是运过来的 后方运到前线打开是空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都被A走了嘛 炮弹根本不够 对炮弹根本不够 所以他就说他还是会防守 巴赫普特到弹进云局 好 那其实俄乌战争两边的态势都非常非常 俄罗斯跟乌克兰两边的态势都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普丁可能也知道了 乌克兰要去做最后的大反攻 在昨天 俄罗斯竟然发动了 俄乌战争有史以来最大的空袭 普丁 俄罗斯也恭喜了 对普丁出动了图160的战略轰炸机三架 还有图95MS轰炸机的20架 总共23架次的轰炸机 只要丢多少枚导弹 丢了300枚导弹 这300枚导弹呢 来导播等会儿看 这个是NASA的火警浴室系统 因为现在用NASA来看火警的 其实就在看哪里有爆炸 其实你看同一时间 乌克兰今天不管乌东乌西 密密麻麻的这种红点 红点都是 红点都是轰炸 他在轰炸什么 也在轰炸乌克兰的弹药跟有声战力 所以目前不知道乌克兰在这样的轰炸中 到底损失了多少 可是如果也被俄罗斯逮到 你的弹药库 你的火药库 或者你的军货库 被逮到被轰炸的话 对乌克兰说得不偿失 所以两边到底什么时候决战了 真的你看完整个泰式后 就知道近在之时 好 董事长 真的像瓦格纳佣兵团的负责人讲 5月15号一定会有大反攻吗 你昨天看到了 在克里米亚赛粉堡的这个油库被爆炸的时候 你说这只是刚开始 如果真的要打反攻的话 我一定会穷就所有的能力 把你后面所有的油库 弹库 所有的资源 全部炸掉 裹不起来 今天一个一个爆炸又跑出来了 战场上我个人的判断 这次的攻击的主要标题物 应该是在乌南 乌南 对 你从车开始就乌南 乌南应该是确定的 乌南其中一个最大的标题物 那个以土地面积来看的话 克里米亚是主要一个标题物 对 但要拿下克里米亚的前提是什么 打掉黑海舰队 一定要打掉黑海舰队 所以它现在的攻击目标 并不是哪一块地 或是哪一个什么标 哪一个壕沟都不是 它就是要打黑海舰队 黑海舰队凭乌克兰打得下来吗 打不下来吗 北约嘛 因为这海军啊 这个是要海上的 要有海上的作战能力 要有海水下的作战能力 还有空中的 还有空中的作战能力 要三度空间的三七段 你能够去干掉海舰队 这哪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要打这个东西 它非打不可嘛 如果把这个打掉的话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重创 非常大的在精神上 在精神上 在实质上 都是最大的一个重创 对 因为这个打掉以后的 普丁建立他不适其功 就是把克里米亚给收复回来 他才有现在在俄罗斯 不可动摇的地位 如果克里米亚被拿回去了 他还有什么可以跟骄傲的 他不是克里米亚 他是他历史上光荣的黑海舰队 如果被击溃的话 那是这个点丢大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泽伦斯基也讲 反攻即将展开 反攻是他展开的话 你请问你是 你泽伦斯基能决定了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嘛 打黑海舰队 怎么是他的力量 是北约跟美军 当然是北约嘛 北约就是说要挂上你 乌克兰的明目去搞嘛 所以现在公布出来的消息 我认为都是假的 很简单一个 现在都是假消息 最大的假消息是什么 有一千多量的 一千五百多辆的装甲 装甲车辆 对这个乌冬跟乌兰部分 展开空旗 这个东西来讲话意义不大嘛 这个跟海军有什么关系 这个而且你刚刚看到了 俄罗斯的这个整个豪沟的 这种众生 几公里长的众生 那个主党什么用的 坦克用的 坦克车你这完全没有办法动弹嘛 对不对 今天坦克车到在俄乌战场上 双方的坦克作战 到底展开过没有 没有 没有嘛 都在坦克车跟反坦克作战上面 都已经结束了嘛 对 根本没有到坦克的对次作战开始过 从来没有开始过 都在 从来没有坦克大决战过 从来没有 都是在被什么无人机干掉了 被飞弹干掉了 被海马斯干掉了 从来都是在坦克跟反坦克战争 上边发生 对 所以从来没有正面的 双方有正面的攻击嘛 所以我认为那个是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东西在哪里 这东西如果是污染的话 就是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的话就是黑海战队 就是海战才是真正的东西 你说这才是决战 海战才真正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新皇跟未来 你讲的是对的 你说今天我多一个巴赫木特 少一个巴赫木特 我今天多一个赫尔松 少一个赫尔松 我感觉不强 可是我有没有一个黑海舰队 我的感觉很明显 对啊 你现在目前普丁在国人 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 你知道他声望多高吗 八成二 对啊 他是绝对的领袖 他是英雄 如果这个黑海舰队被中错的话 不是一个战争 战争上失败 不是军事上失败 包括对俄罗斯老百姓的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重错 你这样看上市莫斯科 被打沉就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啊 哭都哭不出来 他现在要毁掉你一个舰队 他现在要打到你一个舰队 才又 这个战争是真正的 有生力量的击溃 是在黑海舰队 那打掉黑海舰队的困难度 是非常高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相当的高科技的作战 这个相当高科技作战 难怪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把张领辅的七十二师干掉 你就打不下去了 是吧 你看看他现在为什么有很多怪消息 说现在在开始 征求国际的F-16的飞虎队 这什么话吗 哪有国际F-16飞虎队 根本就是北约的空军要进来 因为F-16下来作为攻击的主力 所以你看看这个整个的故事 把拼凑起来就知道说 好 我们再看 所以应该是空战跟海战 它是真正的核心 好 东平你看到这一连串的爆炸的时候 你说有个东西非常有趣 也非常诡异就是 今天乌克兰也太准确了吧 今天我要打这个油库 我就精准地打造这个油库 我要打这个火车 我就精准地打这个火车 我怎么知道这个火车上面有在石材 我怎么木材跟石油 我怎么知道说 我去炸一个小村庄 小村庄里面居然偷偷藏了 这么多一个弹药 你说情报战已经开打了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恶物战争开始打 最主要就是情报战 那这个情报战当然是北约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讲过 这个战争真正在最后面 在后面的就是北约跟美国 他提供了这些战场上的情报 前一阵子才传出来消息 说是这个西方的特种部队 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境内 然后我记得是英国的人数最多 好像40多个人 还有好几个国家 这些都显示出来 乌克兰这场战争 很大程度上 依赖了西方的情报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他可以这么准确地攻击 而且他一直是在做这种攻击 长久以来 乌克兰攻击的都是这些目标 那最近是比较多一点 那相反的 俄罗斯方面前一阵子 我们现在不讲最近的 前一阵子其实都在打平民的设施 打大卖场 打百货公司 打公共设施 他为什么这样子打 因为他第一个 他没有精准的这个情报 他那个精准的武器也不行 他这种打法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这就是国际的恐怖主义 他希望用这样子 把你这个人心打溃掉 但是到今天没有成功过 没有成功 所以他这个是失败的 那现在这个反攻 我跟这个 董事长的看法 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认为路上的进攻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他现在这些战壕没有错 对于坦克是一个障碍 但是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解决的办法的 譬如说 不晓得这个建民有没有讲过 他们那个扫雷的设施 对 就直接炸掉 对 他直接打出来一条线 一条线 然后可以清出来 这个好像是八公尺 九十公尺 到一百公尺的这个通道出来 六公尺九十公尺 另外他处理这些壕沟 以前就有办法了 美国在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就是用那种 很巨型的推土机 他直接把你推掉 把你人都埋在里面 把人都埋在里面 他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 你没有路上的攻击 这个反攻是不可能成功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五月九号 因为五月九号是个 很有象征性的日子 它是俄罗斯的胜利日 它就让你在胜利日里面 惨败一场 但是都没有 都不会实现 五月九号是这个 普利哥金讲出来的 他说也许五月九号 我们可以安然度过 但是他们应该在 五月十五号之前会进攻 那这个没有实现 谁都不知道 乌克兰之所以到现在 还没有真实的反攻 当然跟气候有关系 当然因为这些重型的装备 要在地面上进攻的话 那个土地太灵灵 它是没有办法的 那完全可以期待 不过玉冯 现在美国不是在整个乌克兰 运筹帷幄 现在到了菲律宾 到了菲律宾 我觉得最妙的是 以前菲律宾一直在美中之间 犹豫 在度特地的时候 清中的成分还比清美的成分高 但今天很清楚了 今天小马可是跟拜登见面 两边说 我们的关系是铁柱一般的关系 我们是用铁焊接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中国他把韩国惹毛了 把日本惹毛了 把台湾惹毛了 现在把菲律宾惹毛了 把菲律宾惹毛之后 现在美国可以堂而皇之踢正步 去帮菲律宾了 对其实这一次的话 美国跟菲律宾已经正式结盟了 他们用一个铁柱 铁一般的一个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肩并肩 其实肩并肩在过去以来 已经弄了十几年了 但这一次特别不一样 除了他万里运兵 千里运船之外 他全部这个人员加到一倍 到一万多的一个人员来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军机 军机是一个很重要 很特别的东西 你一起来进行一个军演的时候 你军机的起降 你的那个coding 要一模一样 所以等于说 美国跟菲律宾已经合在一起了 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coding是一样的 coding是一样的 而且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空造图 这个秘密麻麻 秘密麻 就是他的起飞降落 当你把它弄成一个热力图 来看的时候 你看在菲律宾这边 只有整个他的起飞降落 我已经完全把它给涵盖住了 所以呢你看哦 现在菲律宾已经不是过去 来运补美军了 美军已经把自己当自己家了 而且这一次的大操兵 包括了西腰梁 还有UC腰梁 还有过去来讲到西腰三洞 总共76台的军架 然后呢一天起降八次 一天起降八次 所以他现在不是说 一般的精病间的一个操练 他已经把它当成 是自己的一个基地 来做一个演习了 我们现在来讲说 肩病间的军演 你可能感觉不到 或者肩病间的军演 你觉得我就是提一张快跑前进 可是从这一张图可以看到 在菲律宾的上空 刚刚讲 这是飞经起降的热力图 代表上面密密麻麻的 都是美国的军机 已经都在美国军机 但这个美港的重点就是说 之前杜特地比较靠近中方 但现在呢 你看他已经把自家的大门 自家的后院打开 让美军这样子频繁的起落 那情况就代表说呢 他已经完全接受美国的一个保护了 所以现在菲律宾呢 已经没有选择了 菲律宾就是在亚洲的美国队 好 那我们这边讲 这有一个中国的海军船 他要什么 他要去挤压菲律宾的海军船 等于我要以大乞降 当然让菲律宾非常的生气 可是美国现在讲了 美国就是说 你看到这件事情说 我们现在已经 坚定的站在菲律宾这个地方 我们要维护 菲律宾在南海所有的一个主权 甚至你未来这些运补 美国要帮你出力了 我们来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登陆舰叫做马德雷三号 他已经是破烂破烂的 所以菲律宾把过去人爱交的时候 故意把他放倒就倒了下去 倒了下去之后呢 他上面放了几个阿兵哥 这个就是马德雷三号 你看都已经快掉了 但是这个地方在人爱交 人爱交当时中共宣称说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 那菲律宾就很气 就把马德雷三号 我就把你丢到这个地方 我就把你搁浅 搁浅了以后 我上面就有阿兵哥 我阿兵哥常住 就算是一条烂船破船 我都不走 不走了以后就代表 我用这艘船来宣示我的主权 可是上面的阿兵哥要补给啊 菲律宾就定期的补给 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去阻挠这个补给 居然让这个补给不能进去 既然要让这个马德雷三号的 菲律宾官兵活活饿死 我们来讲过去来讲的话 马德雷三号他的一些运补的时候 其实中方跟菲律宾有讲过 如果你要补充弹药 我就拦你 可是如果是饮用水 如果是民生的被饮用水 你总是要吃一些罐头吧 我就不拦你 可是从今年开始了 两边的气势已经不一样了 什么都不给了 什么都不给 那不给的话会把它活饿死了 甚至你看这是雷射 用一个雷射把这个 菲律宾的官员的眼睛 弄到暂时失明 那暂时失明的情况 那个是中国的军舰 中国那个军舰是用强力雷射 过意去造菲律宾的船 让菲律宾厂项的船员 船长暂时失明 对 暂时失明 所以这事情就很大条很严重 所以呢马可氏就怒召了 中国的大使来 没有想到你不召唤他还好 你召唤大使来之后呢 他直接把这个船拿去哪里 拿到仁爱礁附近 然后呢把炮衣给脱下来 你知道如果你在一般来讲话 你会大炮会穿炮衣嘛 他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说我脱了炮衣哦 如果再有什么状况的话 可能就会打起来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在今年的4月23号 这是一个局啊 但没有想到中国竟然中了这个局 因为在过去来讲 你彼此都有一个冲突 彼此冲突 菲律宾这艘小小船 载了什么 载了法新社的记者 载了美联社的记者 没有想到竟然直接目睹了 你看后面中国的那个海警团 五两洞那个海警团 多么的大 是他的两倍大 然后没有想到呢 两个在隔空的一个吵架过程当中 他直接横了过来 横了过来之后呢 这菲律宾海警团 如果不停的话 就撞上去了 中间只距离几公尺 36公尺 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一拜一拜的 如果他说这个船长说 如果他舰长说 如果他当时候没有马上停这个引擎 然后马上反转的话 可能就撞了上去 那现在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非常的高兴 讲了半天 这是你菲律宾跟中国的事情 可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合在一起了 因此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说 以后这一艘马德雷三舰 以后我们来帮你运补 不就陈埃人爱交 对已经陈埃的吗 菲律宾在人爱交 已经有他的主权地位了 菲律宾我们先看这画片 法国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法国不是已经平息了吗 怎么法国现在又打起来了 而且是五一劳动节 竟然有多达七十万人 法国人走上街头 然后你看 这一波的一个抗争活动 遍及到巴黎 然后还有里昂这些大城市里面 总共大概有一百九十几个警察 受伤 逮捕了两百九十几个抗疫的民众 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完全没有这抗疫的浪潮 完全没有停歇的迹效 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因为他们认为 马克宏对于他们现在法国人 所遭受到经济上的一个困难 毫无感觉 他们认为马克宏 你就是一个贵族 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平民老百姓 其实每天都生活在 可能没有饭吃 或者即将要沦落 变成是街友的一个状况 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因为他们现在认为说 比如说这么多的人走上街头 他们就说 现在已经不只是年金改革 好像我要多做两年的问题 现在是因为包括物价 包括能源价格高涨 我的每天赚的钱 都已经不够生活了 所以你看这个冲突越来越大 而且你看这个警察也都上街 那警察其实逮捕了这些人 有的很多是白髮苍苍的老人 他们那些老人就说 如果年金上一改下去的话 我现在日子只会越过 你现在会以为是战争街头 没有 他是在巴黎 满天都是烟雾 然后他们就说这一次走上街头抗议的人 竟然已经是去年多达七倍之多 而且你现在看到有没有一批人 全部都穿黑衣服 他们都穿黑衣服 他们是一群的人 他们就说他们这叫黑群 那数百名黑群的人 其实他们就有点像是比较激进派的 那激进派就是他们会对警察 采取一些比如说丢一些像是汽油弹 或者是去放火烧车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你看整个法国的街头上 到处充满这样子的景象 警察身上还着火了 着火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说现在警察也因为 他们这个激烈的抗争运动 所以警察也抓狂了 所以警察连白发苍苍的那种示威的抗议者 也都这样子棍棒齐发 就把他打得半死 所以你就是要说现在对于法国人来讲 这大概是他们在2000年以来 很少见了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画面 你看那个白头发老人家有没有 白头发老人家也是这样被拖在地上打 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烧他们的一些车子 然后开始甚至有可能会抢劫 他们一些的那个豪华奢侈品的店 那这样的动作越来越激烈 有时候他们会心里想说 这真的是我们所生存的一个法国吗 感觉上怎么每一个片刻 都像是在战争的一个场景里面 现在法国的工会已经正式对马克宏下达两个最后期限 一个是5月3号 就是他们法国的就是宪法委员会 要对于这一次的年金改革进行相关的一个裁决 另外一个就是6月8号 如果6月8号这个年改 还是要被列为是一个议程的话 他们不排除发动更大规模的一个抗争活动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法国人对于这样子每天打杀 然后甚至是逮捕这样的画面起以为常 甚至在旁边吃汉堡 看着这样的场景在发生 我们看到法国在五一劳动节 为了他们劳工的权益 为了我的退销金 我上街头打砸抢 非常的愤怒 他们在中国中国五一劳动节 把人已经好不容易解封了 解封我要去玩 去玩的过程里面 怎么到处都在打架呢 因为这次五一黄金中估计有2.4亿人次出游 人一多摩擦难免就多了 人多摩擦多 对所以就到处都发生打架状 比如我们现在看烧烤店 这烧烤店我先讲录影的是外国人 外国看傻眼 怎么老中国人怎么吃个烧烤也可以打架呢 你可以看到他还拿这个酒瓶出去 往外面就咔人家头 他们就是因为 你看人一多嘛 互看左右邻居不对眼 然后就发生打架状况 那你也可能说这到处都有啊不奇怪 可是下个话没有就很奇怪 在澳门赌场这样有人敢打架 诶赌场谁敢在赌场打架 大家去赌场不是都乖乖的吗 不是有保全吗 对然后呢这是八个人就被抓了 两边都是中国人 你不要赖别人都中国人 那状况是这样呢 其后有个中国人下庄的时候 对家就说你那么辣水我就下闲 另外下闲我就下庄 简单讲有一波人把另外一波人当毒海明灯 我能跟你反得下我就赢 结果这都对了 就每次都对我而言 我每次都输然后对方都赢嘛 就每次都两个都打起来 两棒一打起来打到后来 你看那整个赌场那个椅子桌子都拿起来打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在澳门赌场打架过 也没有人觉得澳门赌场有人敢打架 所以第一时间保全傻眼 所以他发生这种状况 那个人也太白目了吧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连澳门的警方都说 这东西对澳门赌场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状况 另外一个给香港的戏院 香港的戏院你看四名男女大混战 你看直接打巴掌啊 打巴掌 那为什么知道跟中国有关系 因为旁边有人有普通话说 救命啊 救命啊 所以可能是有中国人在介入其中 所以你看香港的这个戏院 不是 你吃烧草打架 你今天跑到了赌场打架 你怎么看电影也打架 我跟看电影打架还没什么 连坐飞机都打架 坐飞机都打架 夸张啊 我给大家看这两个乘客 这两个乘客打架 真的很中国人 简单讲前座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坐前座 一个坐后座 结果后座不好说 他把脚踹到前座一倍 那可讨厌啊 很讨厌啦 前座人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踹好不好 就后面继续踹 一直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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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踹完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那我也打呀 对呀 打巴掌很没水准嘛 你怎么讲 我超讨厌人家这样对我的 超讨厌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成都的海底捞 海底捞也是两个女子打架 女人打架 而且这件事很了不起 我不知道这个店员 是不是有看过我们之前台中 有人打架泼热汤的这个新闻 那店员第一时间干嘛 你知道吗 把海底捞的汤端走 全部端走 不要让人家这个 让人家有汤这个介入的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吃火锅打架 所以他们底下在打架的时候 底下都热汤 都热汤也敢打架 那赶快端走啊 不然拿起来傻粮还得了 另外呢 旁边吃瓜看热闹 照看热闹 投抖音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河北石家庄 看动物园也打架 所以你看 看动物园也打架 吃烧烤打架 去赌场打架 去戏院打架 去天空打架 海底捞打架 连看动物也打架 为什么太急嘛 有人插队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这都不是最可怜 最可怜的是一只这个白孔雀啊 白孔雀啊 是江西的一只白孔雀 你知道吗 它很惨 它原本在地上 然后中国游客就看到孔雀 孔雀手就箭跑去拔它的毛 然后怕它的毛被拔了好几根 受不了 它就飞起来 飞到铁轨上面 就被车子撵过去啊 很惨啊 这个很惨很惨很惨 是非常非常惨的一件事 这孔雀何其无辜啊 所以它本来想 我想它怎么会在轨道上 它被人家拔毛 拔毛受不了 飞上去 飞上去 被撵掉了 被撵掉了 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啊 这是非常不好的教育嘛 而且呢 除此之外呢 五一前后 中国有很多地友都发生火灾啊 这火灾也是悲剧啦 中国也有火灾跟爆炸 比如说我们先看 山东辽城高新区啊 这是个双氧水生产区喔 大家都知道双氧水生产区 里面有非常多艺兰物资喔 就忽然就爆炸了 然后爆炸之后呢 有人伤亡吗 不知道 现在是五人死亡 一人失踪 一人失踪 那只有这些人吗 不知道 另外惠州的塑胶 制品工厂 你看加工厂也大火 那黑烟喔 其实就是化工制品 烧起来就会 冒那种非常非常大的黑烟喔 然后呢 因为出游嘛 出游难免会发生车祸 五一节的泰安盘隆山隧道 哎 竟然也遇到这个车祸 隧道车祸 这个隧道车祸是非常非常危险 你可以知道里面的烟 是不是都隧道里面冒出来 换句话说里面有闷烧的状况 隧道车祸最恐怖了 非常非常危险 隧道是最担心发生车祸 而且里面都是车 对 里面都是车啊 然后所以一撞 你前眼不是退也不是 大家赶快往外面跑啊 甚至重庆的黄花园大桥 里面就这样烧着 里面就是闷烧 而且它会造成一个烟囱效应嘛 就说它的这个烟 就从两边的隧道口往外窜 才会看到那么可怕 那现在看到这个烟是什么呢 就是重庆黄花园大桥的桥墩起火啊 这桥墩也不知道为什么起火 可是确实也造成一人死亡的状况 好 回程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对中国来讲 既然有一条新闻 只不过在几天的时间里面 五天的时间里面 从中国居然撤资了970亿 有人讲说这个撤资还会再进行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方面说我要吸引外资 一方面现在拼命找外资的麻烦 还有你现在整个样的风控 你整个一个走向 还有中美的一个对抗 很多外资根本就已经留不下来了 是 尤其是从4月下旬开始 中国竟然针对了好几家外资 进行以反间谍 包括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相关搜索 包括美光集团 所以你不是抓了两个台湾人 对 你到处在抓人 到处抓的人 包括美光集团 包括美国的贝恩顾问公司 包括日本的制药 安斯特莱制药公司 还有包括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德勤会计 刚提到的已经日本 美国台湾 还有英国 这几家的国家里面的大企业 都被中国以反间谍法 或者是国外旅游进行相关的搜索跟调查 所以外资其实笼络在一种 其实中国投资风险越来越高 尤其是政治上的投资风险越来越高一个情况 然后现在就会发现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外资开始浪杠 怎么浪杠呢 短短5个交易日 竟然已经跑出去30亿美元 多达新台币已经超过900亿 而且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那大家都开始在关心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包括现在连美国的商会 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商会 他们根据他们的统计 他们说去年底 他们问他们自己的一些 美国的企业在中国企业 你会不会往外面去 就是移出中国这样的投资 当时只有6% 他说到现在4月底 竟然变成是27% 换句话说是每4家 就每4家美商 在中国美商 只有一家决定要跑掉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实在是非常不寻常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主要还是中国的政策开始转变了 中国本来口头说 我们现在已经解禁了 我们欢迎外资来到中国投资 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却是到处在乱抓人 或者是就是以其他的明目上 然后进行相关的调查 到处乱抓人 对然后呢其实他们有一个数字 其实蛮可怕 包括中国出境禁令大增 他们中国出境禁令大增多少呢 竟然从2016年到2022年 发现相关的出境 比如说我本来是在中国的高干 我现在要出国 我要回台湾了 这个这样子 他因为说你有涉及相关的案件 涉及要调查 所以不准你回台湾 不能出国 对然后而且是外国企业 或者是你本身是中国人 那你可能就说我有一些考察 我要到美国去考察 他也以相关的理由不准你去考察 很可怕的是 他说这个相关的出境禁令 竟然增加了八倍 这八倍数字加起来 可能他们说少说就有数百人 而且这数百人还包括不少的外国人 那我有商务上的需求 我有碳性上的需求 我等于说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要出国 我现在不能出去了 不能出去 而且现在就变成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 你犯了什么法 他们就说不清楚 但是简单讲 就是你现在不能出国 你要留在中国 所以对他们来讲 现在其实在中国的风险增加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有在发现另外一个迹象 中国好像要开始锁国了 所谓的锁国除了让你人员 不管是外国人或中国人 没有办法自由进出之外 另外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一些本来是可以公开的资讯 现在全部盖牌 然后不让外界可以知道 什么叫公开资讯要盖牌 比如说企业 比如说我们有公开资讯观测在 我们每一个企业的相关的获利 每一级的财报 财报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企业 我们雇佣多少人 我们哪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然后有几%的业务是放在哪里 原本他们中国有一个 就WIN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系统 数据的一个公司 这个是收集到中国所有企业 包括外国企业 包括中国自己的企业的这些 竟然也全部都说 以相关理由 然后不公布 比如说你是美商 你美商 你每年都在订这些资料 你今天要续订这些资料 他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 你今天不能订 你说为什么不能订 我可以订啊 我付钱都可以订啊 他说没有 根据法规你不能订 但是事实上这个现况 不是只有针对少数的外资 是包括很多中国企业 可能也对于这个讯息 采取保留 那不是跟李强的 现在的政策矛盾吗 李强现在讲 我们欢迎外资来投资 我们欢迎大家来 等于说中国已经恢复了 你大家来投资 就你一方面要人家来投资 第二方面我来抓人 第三方面 我又把中国当成一个封闭的地方 我所有的资讯不公开 你不公开 人家怎么投资呢 现在重点就来了 为什么中国感觉 站在很多的政策 尤其是招商引资 外资的政策上 感觉有相关抵触 因为有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如果他把这些相关资讯都公开了 可能会不小心揭露出中国一个大秘密 什么大秘密 就是他的经济发生了大问题 举一个例子 李克强之前不是有三个李克强指标吗 包括你的用电量 包括你的铁路的运输量 这些相关的 然后还有银行的放款相关数据 如果今天这所有数据 还一样都在网路上 你一查都有 那不就变成中国经济有多差 都看得出来了吗 中国现在对于外商 很有趣的是 一方面说我张开大门 欢迎外商来投资 但是他却连中国最基本的一些数字 都不提供给外商 甚至连中国自己企业也都不提供 显然中国政府现在已经盖牌 对于整个中国经济 呈现一个不透明的现象 董事长 现在在中国真的五天的时间 外资测了971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而且你昨天讲的 中国现在就是充满矛盾 第一方面 李强说你要吸引外资 第二方面 我又开始乱抓人 不但乱抓人 我还把我很多的资料 都给封锁起来 首先外资测出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因为你现在目前情况来讲的话 因为他在执行反分裂 反间谍法的过程当中 就造成所谓的 企业界之间的 这个资讯的流通 他现在受到了困难 最重要的一个资讯 什么资讯呢 就是财务报表 你财务报表里面 可以透露出非常多的 重要的资讯 他如果把它解释成 这个跟间谍法有关系的话 跟国家的一些机密 有关系的话 那你所有的这些 会计师事务所 所有的相关企业 通通都会倒霉 所以这个没有标准 这是第一个东西 那现在目前来讲 他不是乱抓人 他是根据他的反间谍法 在抓人 可是抓很多人 这些不是抓了很多日本人吗 最近 华尔街日报又特别提到 有一个叫安斯泰兰制药的 日本籍资深高官 西三官 莫名其妙的 又被抓起来了 不过日本很难讲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 日本的外派员 包括商社的驻地员 他们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收集资讯 真的 日本最喜欢收集资讯 那收集资讯很容易越界 越界的情况之下 他就把你抓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很多 是用间谍去审判的 对 抓了很多 他不是一两个 据我了解目前在北方 他们很多日本商社里面的 一些外派人 大概累积起来 有一二十名都被抓起来了 那可是这个庙在哪里 你知道吧 庙在这个现在一般的被抓了以后 日本应该去援救 对不对 日本援助其实没有力量 日本援助他不撩你 所以他这个里面 有一点惩罚性的效果 对 而且你看 中国驻日本的大使 吴江浩还讲 他说 你不是抓了这个人吗 他说他的核心 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 间谍案 事实越来越确凿 在问题上坦率来讲 他还讲 是中国主权受到侵害 不是日方的人员 无故被拘捕起来 所以他就随便他讲 因为这个标准是他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有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说 他的抓人的方向 是根据跟这个国家的关系的好坏作为标准 上次你看抓这个加拿大那两个不就一样吗 对 就莫婉舟 你抓我莫婉舟 我就抓你两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人质外交 人质外交是不是存在 是存在 他是确实这样干 对不对 所以他抓人是有导向性的 跟这个国家的关系搞坏的时候 他就开始抓得比较凶 但日本现在当然比较倒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阻挡日本人的 这个往风起云涌的 往中国去做生意的风潮 当然会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见得是坏事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日本人确实有没有派间谍在中国大陆 有吗 当然有嘛 日本人最想干这一套的嘛 日本人对收集情报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 你看那个 你看我们讲的最简单的 台湾日本最有名的学者 小丽媛欣幸 小丽媛欣幸到台湾来干什么 收集情报 收集情报 他的分析的资料 让我们整个选情 他都会变成权威 那这个在大陆的话叫什么 间谍 间谍办法抓起来 所以说这个跟日本 这就是台湾跟中国的不一样 但是中国大陆的标准 是属于浮动汇率 他是看你这个国家跟我关系好坏 他是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对 他不一样 他没标准 他的标准根据跟这个国家的 外交关系来决定 我要抓你多少 好 那另外一个是 我也不懂 马云怎么会变成 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这个我觉得有点荒谬 然后这个荒谬在哪里 就是马云就给 就告诉你一个 我认为的 他告诉中国大陆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老子以后不做生意 我做你不赢 我跟你搞 搞不过你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讯息就是告诉你说 我以后要在比较少回大陆 我要在东京了 我要在东京待久一点 那就很像日本军进到上海 梅兰芳把胡子留下来 我不演戏了 我当教授也不做生意了 他留下来是表示他有骨气 他带种 马云这是捞种 是在夹阳之内 夹日本老来修理这个中国人 他躲在东京 大学 躲在东京大学 在这边逃难嘛 他逃难 马云有什么资格在东京大学教授 我问你 马云以前在杭州 在 马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杭州大学 英文系 是杭大毕业以后 杭大并到浙大 变成浙大 他是浙大并浙大 然后两个学校合并以后 他是浙大的英文系毕业 他是在高中当英文老师 现在一夜时间 变成东京大学教授 那个东京大学也太现实了吧 现在政治新闻里面 大家最关注的是 国民党现在到底是谁出来 现在郭台铭是火力全开 可是你在火力全开 那时候你干嘛道歉 而且他讲 高雄办名在药室核电厂 他不要议会监督 他现在用8万机器人 打8万解放军 说真的 说假 郭台铭最近金句连连 不是金子的金 是听了以后 吓 吓了一跳 吃了一斤 吃了两斤 吃了三斤的金句连连 你看喔 现在台湾年轻人最怕什么 打仗了 真的吗 对啊 大家很担心 有很多人讲说 可能看起来 你看美国人都来 但是郭台铭他去跟青年座谈 他特别还锁定的是什么 是台南跟高雄 他就讲什么 他讲一个东西 我这到现在我都想笑 他说解放军要来 对不对 我们不要 因为先前郁美人 享受委屈的和平 我要尊严的和平 尊严和平 你有解放军 我就8万个机器人 上去跟你打 那什么叫机器人上去跟你打 就是机器人去打 年轻人就不用去打 年轻人就不用死在山头上 可是现在有机器人大军吗 现在有吗 没有啊 结果我们台湾市 一家有钢铁人是不是 8万个兵来 我就8万个机器人 等一下你要看他的讲法 他不是说我们用相关的 无人机什么操作 他是说我们人 根本就不用打了 机器人帮我打 我三年就弄出来 等等 你是讲真的 郭董 你当总统我们三年之内 我知道为什么 美国的国防团要来了 他还看台湾有机器人 可以上战场 所以他就笑你嘛 可是问题是他上了版面 第二个 他到高雄去 他不知道怎么样 他想要半屏山 他说半屏山可以做一个 小型的 那种所谓的核电厂 他以为Bill Gates做那个 那个东西其实基本上 很多可以讨论 我跟大家讲 跳动一下 高雄其实用的电 他一年508亿度 只花了307亿度 其实高雄电是够用的 只是南电北送了 但他就讲 保洁哥 我觉得他是精准打击 他在跟大家做切割 有一个好朋友 我爱好朋友 他不用核电 但我用核电 而且我要重启核四 他是精准打击 但是你今天在高雄 收到核电站 马上所有民进党 高雄立委 一个议员跳出来 就道歉 所以讲什么东西 都跟大家道歉 还讲说 我们不用议会监督 你看我搞企业 我搞红海 我搞富士康 我们自己监督自己就好了 可是就犯了民主的大忌 等等 郭董 你不是在干嘛 要当CEO 你是要选总统啊 你要大家的选票 怎么可以不做监督呢 所以呢 他就知道了 现在不能乱讲话了 你看今天下午他在左营 我说精准打击 他缺什么 我刚刚讲了好几个次 他缺韩粉 四年前韩粉最恨他 韩粉直播主 天天都在骂 过后台名 到现在都在骂 他跑去高雄 导播你看这个画面 他到高雄的左营 在那个场合当中 对着他的手上的讲稿 一字一句讲 跟韩国语道歉 他不敢再脱稿了 显然几次下来 不敢脱稿了 不敢脱稿 一字一句念 因为我跟保险哥讲 我也去问 包含了这个核电 他给大家一个形象 就是台湾缺电 所以台积电在高雄厂 就延迟了嘛 所以我郭台平当中会有电 可是你讲到核电 你要用核电 你讲核四 我讲核能就好 你讲到半瓶山盖核电厂 就你来反效果 所以才刚讲完一篇文章 马上就要两个道歉 第一个 什么议会监督 我们自己监督 不用监督 对不起 我深深致歉 什么高雄二核电厂 对不起 我郑重修正 但是问题是 他一直上摆面 你要知道 昨天那个联合报 所推出的民调 大家看不太懂 现在各大民调 我是联合报出来 我也一直相信联合报的民调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有任何民调 最近 最近三个月 侯友宜 郭台平 什么时候赢过赖金 就只有这份民调 但等等吧 这个柯文哲在各大民调 包含联合报 都有二十几% 那有二十几%的人 他干嘛退 他就选到底 他不分区有八七十七 他一样没有输